香港元旦大游行的队伍在星期二晚上抵达特区政府总部后继续集会到深夜 有参与者声言继续通宵留守 要求香港特首梁振英下台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二发起至少有4万人以上参加的元旦大游行 下午3点位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出发 要求香港特首梁振英下台 游行队伍头阵在傍晚6点左右抵达游行终点政府总部后 有一千多名市民继续留守到晚上11点 参加由民间组织捍卫香港自由联盟安排的集会活动 集会从7点钟开始 人群布满政府总部门外的空地和附近的马路 人群高呼 梁振英下台 我要普选等口号 集会期间 有议员和联盟的代表在台上发言 分享自己为何希望特首梁振英下台 实行普选等看法 人群在网上渐渐散去 剩下十多名人士通宵留守 有参与者生年计划留守到本月16号 香港特首梁振英就他四人物业出现唯利建筑的问题上 做事实言论 失去诚信 在过去几个月期间引发一连串倒梁活动 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 尽力参与并连与15号 谢谢观看